3月9日李赫彪妻子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一组照片 其中郭焚洋罕见露面引起网友的关注 自从天津德云社开业以后 郭焚洋就慢慢的推出了大家的视野 网友们也纷纷猜测 郭焚洋被郭德纲成功哄到学校去了 毕竟老郭曾在舞台上说 郭焚洋不去上学 原因是不认识字 照片中7岁的郭焚洋 手腕上戴着一个闪闪发光的金镯子 显得特别贵气 只不过他全身肉嘟嘟的 手腕上的金镯子似乎都被肉卡得动不了 让人不免有些担忧 网友也是纷纷评论 郭焚洋该减肥了 但也有网友说到 没事不怕 他们家基因好 20岁以后会自动瘦下去 不得不说 郭焚洋的五官和妈妈王慧越长越像 特别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双眼皮大眼睛 不过恶作剧史的小表情和神态 又和爸爸郭德红分外相似 此外他的体型似乎也朝着爸爸的模样发展 圆滚滚的小肚子特别突出 与体型瘦弱的童童待在一起 对比就更加明显 而且在文案中 李赫彪的妻子还特别提到 李赫彪的儿子特别喜欢吃郭焚洋家的饭 在家吃不饱 在幼儿园也吃不饱 要找郭焚洋去玩 只有在小二叔家才能吃饱 网友们也是纷纷羡慕的不行 直言师娘王慧做的菜能不香吗 看看王九龙 郭麒麟 郭焚洋的体型就能知道 网上经常有人质疑 郭德红为什么对郭麒麟异常严苛 对小儿子郭焚洋却很宠溺 其实这些人忽视了郭德红 两个儿子成长环境的不同 在郭麒麟小时候 德云社才刚刚创办 努力打拼的郭德红 自然对儿子寄予厚望 而等到郭焚洋出生后 德云社已经发展得红红火火 年纪见长的郭德红 比起小儿子变得有出息 可能更希望小儿子健康快乐 而且两个儿子虽然是亲兄弟 但性格不一定相同 教育方式当然也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 郭德红对两个儿子都很疼爱 对此你怎么看呢